3月21日 川普正式發表聲明 開篇就提到 我們自豪的將歷史上最安全的邊境 交給了拜登政府 他們要做的就是讓這個平穩的系統自動運行下去 然而 在短短的幾週時間裡 拜登政府就把一個國家的勝利 變成了一個國家的災難 在福克斯·福克納聚焦欄目的電話採訪中 川普再次批評拜登政府正在摧毀美國 川普表示 儘管非法移民中有很多好人 但同時也有很多罪犯、暴力分子和人販子湧入美國 這些人即將甚至已被拜登政府釋放 進入了美國社會 上週 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發表聲明 截至上週六 關押在邊境地區的非法移民兒童數量 已大幅激增至破紀錄的1.5萬 儘管拜登及國土安全部已在多個場合暗示 邊境危機已經爆發 但在週二的白宮記者會上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仍然拒不承認 僅以兒童逃離暴力不是危機來轉移焦點 至今為止 白宮仍然沒有允許媒體進入關押非法移民的南部邊境設施進行採訪報導 儘管普薩基當天承諾 拜登政府會在邊境問題上對媒體透明 但卻不願給出兌現承諾的具體日期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